mushşτί Vet 好,我们那个接续上礼拜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气体动力院介绍完 剩下一点点部分 我们上次介绍了这个 这个PV.NRT 推倒了这个柿子 是从围管角度出发 你发现了NKT 那古典上面因为是气体 是gas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一个容器里面它的里面的所谓的内能 内能是什么呢 就弄了半天我们发现 它可以写成这样 二分之一的KT乘上它的degree of freedom gamma KT 是gamma 是number of degree of freedom 再乘上total number 所以这个 eint的 这个 gamma number of degree of freedom 在一个顿器组里面 它就是单原子分子里面 我们上次介绍了 example 这个 奶气 那我知道呢 它的gamma是3 因为它只有原子 奶气是原子构 就是单原子分子 所以它gamma是3 那我知道呢 1的 每一个分子的平均动能 molecule 它呢 等于二分之三 KT 这个3是三度空间 3 dimension 所以它的number of degree of freedom 是3 那上次我们讲到 如果它有震动的话 除了是双原子分子 它有震动的话 它就有动能跟卫能 两种能量形式 所以我们就认为它 degree of freedom number of degree of freedom 是2 用这个想法呢 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 那我们也知道呢 就可惜啊 我们在因为这样 推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我们量这个比热 我们量这个CV over 上次我们介绍的这边 你去 而是function of t 你发现那个比热呢 它是温度的函数 量出来是温度的函数 那你在不同温度下 去量一个东西的比热的时候 你发现呢 它的那个 它的结果就像这样子 这是一二三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差不多70K的时候 上次我们讲 它是差不多1.5 平了 平了 比如说那比热呢 在70K到那个 200K 70K以下 抱歉 这70K以下 more or less is constant 但是这不能太低 太低它变液化 液化的话 你现在的那个 不是气体动 不是气体了 它是液体 如果有些东西在 温度再低 就变成固体 所以我们在那个 19世纪的末 20世纪初 有些就是在讨论 这些比热的问题 知道为什么 有些固体的比热 跟我们古典的想法不一样 那假设这个 那个 Number of Degree of Freedom 这个想法 这个平均能量 Internal Energy 它的形式呢 跟这个 Number of Degree of Freedom 是有关系的 所以可以知道呢 固体的比热 固体呢 这样的模型就是 大家都在一个 地方振动 因为它就固定 在它的金格上面 它不会旋转 它不会旋转 它就是它的金格 的金格点上面 它不断四面包装振动 所以很naive的model 它振动就是 上下左右前后 那每一个振动 都有动能跟未能 所以Number of Freedom 就二乘三 所以六 以为那个 固体的比热 会不会是 就是六个Degree of Freedom 那你做出来 每一种金属的比热 应该都一样 结果不是 就发现那个比热 仍然是温度的函数 然后在 低温下面呢 呈固体的时候 跟温度三次方有关系 哇 又不能解释 结果第一个解释 比热还算成功的 就是爱因斯坦 1905年 非常物理上奇迹的一年 因为他呢 在那一年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好几篇论文 那每一篇都叫经典 你说很难在历史上看到 有这样的事情 同一年 他发表 那时候他是什么 他是因为找不到工 他是爸爸帮他找了一个工作 他没有办法继续学业 也不能继续研究 所以在瑞士一个专利局 做那么第三等科员 第三等就是最末等的科员 所以他对物理有兴趣 所以呢 他坐过那边 他晚上还做研究 1905年 那奇迹年 他发表了四篇论文 每一篇都是经典 真是不得了 每一篇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拿诺贝尔奖 没有问题 一个人 同一年 在历史上很少见 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遵守 而且呢 尤其是我们上礼拜讲的相对论 大的突破 这个突破 这不得了 然后后来呢 他对量子论有贡献 那解释呢 固体比热在低温下 应该成什么形式 那后来的后辈们 就照他的那个想法 做修正 解释得更好 非常的漂亮 好了 那我们这里讲呢 其实这个比热很重要 为什么 他告诉你 你这个地方 他会慢慢上升 这个二分之三 这是除上R 二分之三 那这个是二分之五 所以呢 70到200度中 他有一个 这样的过程 他比热随着温度 乘比例了 然后呢 到这边呢 二分之五 然后过一段 那个温度再增高的时候 他又上升 被二分之七了 这是二分之五 在这里 那这是 一 二 三 四 所以二分之七在这边 那边这样 那这样 那我们上次讲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的世界 事实上不是古典世界 这个二分之一 乘干嘛 KT 这个Idea 不work 他不对 他不对 他不是这样的 他真正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后来我们知道 因为 能量 不是 连续的 它是什么 它是离散 就是说你一阶一阶的跳 阶语 就是一阶跟另外一阶之间 是没有能量态 没有能量态的 你这个物体就不能站在 那个能量态上面 那我们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它 这个地方 我们上次讲 它是translational energy 是dominant的spectrum 它是直线动能 然后呢 能量 能间能间之间 非常的密 你几乎可以看成是连续 因为太小了 那之间的差距太小 所以它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spectrum 所以你加热的时候呢 total energy呢 加一点热 它能量跳上去了嘛 跳得比较高嘛 那你的比热不是 我们的比热CV啊 当初定是这样 它本来是DQ DT嘛 在同温 在那个定容下面 那自然定容 就是没有弓啊 所以这个东西的结果呢 就等于 DE internal DT 那DEinternal 照你这个model 一除 它这个要对T微分 那你T就消掉了嘛 所以应该是定值 那为什么这边不是定值呢 你有一个这样 蠢极性的过程 然后呢 又平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边又是2分之3 这个平均动能 那想法又蛮好的 后来我们知道呢 其实那个 比如双原子分子啊 你比如用O2来做 氧气 来做的话 这差不多300 200K 写错了 200K在这 这太低了 这太高了 200K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个地方 意思是告诉你啊 这边的那个 Spectron是rotational 就是两个原子 在那边旋转 它有个旋转动能 旋转 那旋转 Degree of Freedom 是2 是因为什么 因为双原子是直线 直线 那你空间本来是三维 可是你直线呢 如果你这个东西 做自转的话呢 我们算它的那个 Moment of Inertia 或者Rotational Inertia 因为这个太 这个太 这个原子太小了 这Moment of Inertia太小了 所以呢 它这个自转的 这个动能啊 就 假设不算 那剩下就是 如果是一个 像一个铅笔一样 它的旋转方向是什么 就是Degree of Freedom 一个是这个 那另外就是垂直方向 就两个Degree of Freedom 算出来 所以它会跳上去 那中间的过程怎么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慢慢增加呢 其实也有解释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个 Rotational The Energy Spectrum 它一阶一阶的 很远 那你从这边 跳到真的是一个 几率论 几率论呢 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它是跟什么 跟你的能量 的Exponential 是成反比的 所以你能量跳上去 高阶态不容易 结果呢 因为你这第一阶 跟Excited State First Excited State 跟The Ground State 差太远 你给它一点点温度 它跳不上去 它跳不上 还维持 这是Rotational Energy呢 还是都在 Ground State的时候 就等于什么 我这个E等于什么 这个Translation 的Energy 加一个Constant 那你一个微分 那不就没了吗 所以还是保持这个值 一直到这边的时候 温度开始 张高压说 有些跳上去 有些还是在Ground State 因为在这些的分布 是几率论呢 所以你这跳上去 不是很多 但是有那么几颗 几十几百颗 跳上去 所以你温度 稍微也增加点 所以你这个微分的时候 就稍微多了一点 你这个Internal Energy 除了Translational Energy 它可以在任何State 存在以外 那你这个 多加一点温度的时候 有一些跳上去 所以你的系统的动能 的那个内能 你算一算 比这个地方要高一点点 所以你微分的时候呢 这个T 微分这个T 它不是完全没有 它是有 因为有一些上去 但又不是全部 可以跳到高阶态 因此得到说 温度越高 跳上去越多 所以你得到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一直到温度高的时候 两百K以后呢 这个温度高到一个地步 说这个跳上去的机会 太大 太大 那我们再用这古典的 Equal Petition Principle 代入 它其实跳到 Rotational Energy 是多少呢 可以几乎是任意 你再把那两个Degree 加进去 你就是得到这条线 然后呢 到这边又不行了 为什么呢 怎么又加了 其实呢 你知道那个旋转 还有一个什么 Oscolation 有这种形式 有这种形式 那个Spectron呢 一节跟一节跳得更远更远 所以在比较温度不够高的时候 它上不去 它上不去 它就等于什么 加一个 Oscolation的 Ground State Energy 然后你一个微分 那个Ground State Energy 是Constant嘛 大家都知道 有多了一个真的 一微分 没有了 所以会有这个现象 那我问你啊 你猜猜 它还会不会再继续往上走呢 好来 管敏仁 有没有来 来 我温度再加 身高会怎么样 这个你不用算 你只有想一想 我温度再升高 它会怎么样 这个还会在 比瑞还会往上走吗 为什么不会 你要有个理由啊 因为它的方向是哪样 它能顺到方向 所以因为你说 所有Degree of Freedom 你都算过 算完了 那我问你 原子分子有结构吗 有结构 你这温度增加会怎么样 它还会保持原来结构吗 就分开了 搞不好什么 电子根本束缚不了了 跑出去了 变离子了 哎呀 那你数目真多了 N不再是什么 Number of Atoms 对吧 对吧 所以在温度 所以你从这个 其实可以猜测 因为一个东西 如果是真的 就是一个point-like particle 那你当然就没事了 可是它不是 我们原子是电子 质子跟中子构成 温度再高里面 这个质子跟中子里面 有structure 它里面有东西 它搞不好 因为什么 那个什么 temperature太高 它分开来了 所以这个还会变化 可是那个温度 就要非常非常高 才可以 高到什么程度 搞不好不是我们 在实验室可以控制的 这样高 那到了非常非常高 宇宙创始前 创始之后的0.3秒 比如说这样 这么高的temperature 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结合 原子无法构成 因为它能量太高了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 束缚那些electron 然后里面的proton 跟neutron 它会解开 变成quark quark又会在真空里面 不断地 跟真空一起交互作用 那个就复杂一点了 好 但你可以知道 它还会继续变 这是个推理 你的那个想法很好 只要知道它如果是真正pointlike 不会变的 就没事 大概就decreation都算完了 那因为就能跳的都跳了嘛 对不对 可以上去的都上去 好 所以有了PVNRT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探讨了 那现在再一个example 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一个立体了 叫做 我想要知道 你现在告诉我 PV有NRT的概念 我知道 那个什么 温度压力跟体积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想要是ideal gas 然后呢 我这边有一个box 这个box很高 再一个重力作用 g 假设g constant 我不要让你太辛苦 g constant 那这边就会有气体分布 气体分布 但我这是个箱子 所以说我这个箱子有什么固定高 所以我一个h 那我假设习惯这个方向叫z方向 那 因为你知道PV点NRT 你有理想气体概念 这很好的一个exercise 我想知道它的浓度分布 是function of z 这是我total volume是v total volume是v 然后呢 我告诉你process isothermal 当然这是比较难了 假设我让这个东西保持同温 t 也就是说我一个大热源 靠着它 让着整个系统都是同样温度 那么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浓度分布图 那我可以猜测 因为你是这样分布 你的浓度呢 不会有s跟y的dependence 因为是对称 这是一个箱子 一个箱子 有个底面积 想想这是高度 但是你的对称性被什么 被你的重力破坏 你这边有一个gravity 不断吸这些 吸引这些粒子 那这个粒子在里面是 因为是gas ideal gas 所以它在里面乱跑 乱跑 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分布图 所以我想要知道 它的浓度分布图 而是functional of z 是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一定要在第一节课 结束这个地方 那你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是用你现在学的维基分 跟你的物理学知识是可以处理的 那我处理给你看 第一个 这个 这里面气体分子很多 那什么叫很多 很多就是天文数量级的 不是什么 不是那个十的十次方 个粒子 那么少 它是很多 是莫尔数以上等级 搞到一千莫尔 这样 这气体在里头 所以呢 很多分子在一个高度 h的箱子里面 受地心引力作用 请你告诉我浓度分布图 当然这不能考试 一考试就完了 以前考过了 那考试的时候还给你hint 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告诉你 你试着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想呢 这个就是你要把你学的 物理学的知识 理念 借着数学表达出来 所以呢 数学也要不错 知道什么是维基分 我没有让你做基分 没关系 但你要知道怎么样来表达 好 我想啊 所以它这个地方里面是什么 at a given z 我今天要讲的是z 在一个z高度的地方 你要讨论啊 这个高度 我们事实上是有一层 这个呢 叫做data z 因为很小很小 我到最后让它趋近零 变成d z d z厚度的这一层 这里面的呢 因为这个data z太小了 趋近零 所以这里面的气体在跑 我就假设 这里面就像什么 理想气体 它在这边理想气体 那理想气体呢 这些气体为什么不掉下去 它应该受这个什么 我先达到equilibrium equilibrium是什么意思 这边气体有跑上来 这个会跑下去 弄了半天 我看起来呢 稳定的 所以我随时看这一层 大概多少个粒子 是定值 那有的出有的进 每一层 我现在到处要让data z 趋近零就对 那我现在这里呢 这一群分 这一群这些粒子受什么 受重力作用 它为什么不掉下来 那为什么不掉下来 表示什么 压力不同 压力随高度而变 对吧 所以呢 这边会有压力作用 P 那这个也有压力作用 P加data P 我不知道data P是什么 你要学会用这个方法 不管你是学工程的 还是学理科的 都是这样 以后都是这样讨论的 非常小的一个P pressure变化 这个变化导致什么 导致它最后上下不均匀 导致它有一个作用力 使得什么 使得这个作用力受重力 这些粒子它有质量m 它的质量受低心力作用 它会向下 会达到力平衡 就讲这个 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物理学法则 我说它为什么稳定 是因为total force zero total force zero total force哪里来 压力差照来 还有重力 所以我知道有两个力 气压不同 这一层跟这一层 然后我让data趋近0 虽然实际上就非常非常薄的两层 上下有压差 好 那就把压力差写出来 然后为什么要压力差 因为pV点rT 我知道V 那我就知道N 我知道在这一层里面的浓度 N 我要求的N 在这里 N Z 在这一层里面 这是Functional of Z 这是我要知道 这样就连起来了 好 所以 第一个 FG 重力作用 在这层里面有什么呢 每一个粒子的质量是M 它有MG 一颗粒子 每一颗的质量是M 乘上其他都Gravity作用 那在乘上什么呢 在乘上 它有多少颗 那乘上多少 那怎么乘多少颗呢 你不是告诉你 你想求浓度吗 NZ 浓度什么意思呢 浓度是单位体积有多少颗 所以乘上 A DataZ 这就是Total Number of Particles 在这个Z到Z plus DataZ之间 区间里面有多少颗 这两层之间有多少颗 这两层之间有多少个Polygo 好 下来压叉 那 Pressure Difference 那我也有压叉 可是我要知道 我还有一个方向 我这个方向是向下 向下的 那我这个压叉呢 表示下压力 这个往上推的力要比往上压下来要大 不然保持不了平衡 保持不了平衡 好 所以呢 pressure difference 所以我写成 好 写成PZ 加DataZ 减PZ 所以从这里让我推出 DataF 因为压力差造成的F呢 应该就是P DataP 乘上什么 Area 下面的底 这一层的底面积大小 底面积大小 好 那就应该是PZ 加DataZ 减PZ 乘以A 好 这两粒合力为0 合力为0 所以 DataF 加上 FG 应该等于0 所以我得到一个equation 再来一个equation 所以我得到 所以 PZ 加DataZ 减PZ 我叫做 DP 在Z高度的时候的 两边的压差 所以 DPZ 乘以A 加上 M G N Z DataZ 乘以A 所以A跟A 消掉了 就不需要 我得到一个equation 那我现在 一向到右边 得到 DPZ 这个DataZ 就可以写成D Z 然后把它 这个移到右边 把这DZ 移到下面来 就变成一个 微分方程 一阶微分方程式 等于 负的 MG N 我想知道 找到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但MG是concent MG是concent 好了 那剩下是什么 你告诉我是一个等温的 上下左右都是温度都一样 我现在要把这个温度的表达 做得出来 那什么是温度 温度表达跟什么有关系 因为这样我解不出来 我根本就不知道P是什么 P二字方形Z 我不知道 N二字方形Z 我不晓得 我不能解的 但因为它是 ideal guess 所以PV的那个NKT 这个我晓得 我为什么不写NRT 因为这个N跟这个N都是同意 一个是代表浓度 一个代表墨尔数 搞昏了 所以不要写这个 写这个比较好 NKT Total number 所以P呢 等于什么 N over KT 写错 N over V KT 所以我的pressure 跟什么 跟这个nouvel particle per unit volume 乘上KT 但是因为我的pressure 应该是随着高度而变 所以我的模型里面 在这非常小的slice之间 这么小的这一夹层之间 它也有ideal guess low 只是那个时候的温度 是大家都温度都是一 那时候number particle是多少 然后它的volume是多少 非常小的 这个我知道了 所以这P点N over KT 我想要带到这里来 带到这里来 就得到说 好 所以我的P 在Z高度时候 它压力为多少呢 它其实呢 因为有这个ideal guess low 所以你知道它跟这里面呢 有多少粒子 在这个小夹层里面 是有关系的 它应该就是N在Z 除上什么 在那个小夹层里面的 total volume 乘上KT 这个NZ over data V 其实是什么 单位体积有多少颗粒子 在那个夹层里面 这不就是我想要知道的小 那个浓度吗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浓度 所以我PZ呢 就可以写成NZ KT 那我现在这个方程是 这个P跟那个事实上是N的函数 而且才成正比 然后T又是定值 不随 这是我故意设计的 T是concent 不随什么 不随水高度而变 所以我得到微分方程 DPZ DZ 就等于DNZ DZ 乘以KT 就等于负的MZ MZ 这可解了 为什么 因为左边的equation 只有是那个浓度 对高度的微分 右边只有一个浓度 M是concent T是concent 都跟Z无关 可解 这个解很简单 最后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熟了以后 好 所以就得到DP 我就会写成DNZ 本来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等于 KDNZ DZ 我把这个DZ乘到这一边 把这个N移到这一项 NZ 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这个KT移到这边 所以这边变成负的MZ 这都是定值 DZ 国中十字交乘法 DZ移到这边来 微分就是除法 除法是伤法 两个东西的比值 把这个乘到这边来 这个移下去 然后呢 两边做积分 两边做积分 那N分之D NDN积分 这大家知道 这Log 对吧 Log KT比MZ Consent 这积分DZ 所以出来是Z 所以你这个积分以后 可是你积分要什么 要上下线 对吧 你不是这样积完就没了 你一定是有高度H的一个限制 所以呢 我开始积分 这什么 从0G到H 那呢 我这积分来会出一个什么 积分常数 左边会出一个积分常数 这积分常数 我现在知道 它事实上是从某一个N 好了好了 我把这写出来 先不做这样 我就先把积分 反正出来 两边都有积分常数合并 乘一个 这个出来是个Log NZ 对不对 这个做出来是 负MGKT的Z 对不对 这边应该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Consent 要写反 所以你从这 MG OVKT 你有一个 最后做出来一个C 那C里面 意思呢 我这边 我就把这个Log 把它取Exponential 写出来 所以NZ呢 它一定等于什么 等于Exponential 负的MG OVKT 然后这个Consent呢 以Exponential来 过来以后 就上面是指数部分嘛 所以这一定是 这边相乘 我把它写成 一个积分常数 我不知道是多少 叫做0 我为什么叫0呢 我想 我就是有一个东西 不能决定 你要把Initial Condition 告诉我 我才能知道 我的Initial Condition 我告诉你 Total Number Particle 是N的 Total Number Particle 在这里面是大N的 我有N个Particle 在一个高度H里面 的一个长方体的一个box 剩下这个积分就你自己算了 这个东西我们不花太多时间了 所以我知道呢 它的Z呢 的浓度分布跟什么 高度有关 越高的地方 因为是Exponential Minus 越高的地方 越稀薄 越高的地方越稀薄 我得到一个 我认为应该是 也跟我还没算之前的直觉告诉 为什么 越接近地表应该什么 浓度越浓 越高的地方 浓度越低 这个地方告诉我这样的事情 好 我要把这些 Constant呢 想办法找出来 所以我知道呢 N除上A乘上这个H 代表我Total Number of N Total Number of N 好 那我现在呢 NZ 我做NZDZ的积分 从0做到高度H 从0到H 我把所有的粒子加起来 这个应该是多少呢 这应该等于 N除上什么 A 对吧 我从一层一层上来算 但是呢 它有个底面积嘛 那底面积是均匀的 就是我每一层 每一层里面 它呢 它的那个地质的分布 是跟着那个表面积 是均匀的 它在XYZ平面是均匀的 那我这个积分NZDZ 就成了高度以后 做出来的一个 只剩下什么 就等于 等于我Total Number of Particle 除上A 对不对 因为它是均匀的嘛 我到它乘上A 就等于Total Number of N 好 我说我的这个N0呢 就有这个方法 就得出来 好 我讲这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得到N0 我算出来 它做出来就是 NMG of A KT 1-1 负MG 好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有一个H 抱歉 这没写 这个没了 解错 这个在Z这里 所以我从0G到H 做出来以后 它这应该是MGH over KT 所以我Total的 那个浓度分布图呢 我看到 对 浓度分布图就是这个常数 这个常数是温度的函数 写出来 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 所以我可以知道 意思是这个浓度 所以我知道这个N 这方形有自己 除上Total N Total当Number的例子 然后除上V 单位体积里面有多少例子 这个变成是 probability 这个P 是probability 告诉你一颗例子呢 存在高度 Z的地方 它有多少几率 因为这个是 Number Particles 在那个什么 Z高度 平均每一个Volume里面 有多少个 那下面是我Total浓度 Total浓度 所以这两个比值 就是一个probability 那我们原来在弄了半天 就是在推到这个气体动力 推的过程里面 就是不知道那个probability 应该的形式是什么 那这个简单的例子告诉你呢 它的形式是什么 是一个concent 乘上一个什么 乘上一个 exponential函数 负mgkt 负mgkt 乘上高度Z 好 那下面我就不正了 因为这个有点麻烦 这个有点麻烦 下一个呢 你可以证明 这是简单的一个force 下面这个esample 你没有证 你其实可以拆出来 我今天呢 一个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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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之间呢 它受力作用 它受力作用 力呢 可能每一个方向都不一样 每一点方向都不一样 它有force 这一群气体在一个箱子里面 每一个气体呢 它都受到外力作用 但是这个外力方向 搞不好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那我想要知道 我也想要知道什么 ana as function of position 每一个地方 syz那一点 它的浓度为何 从这个地方 可以 那个粒子呢 是一个固定的重力向下 这边我没有一个固定的重力 我告诉你有一个粒 粒as a function of r 所以这个每一个 这边的气体分子受到一个外力作用 它是r的函数 但我不知道r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个粒是什么样形式 没关系 那我问你 你猜猜看 这个n它最后做出来的形式会是什么样子呢 你不会做你要仔细观察你从简单的范例里面得出来的 这简单的范例是从这个地方你看出来 special case constant force 然后呢 direction都向下 这个粒做出来呢 n a function of z 它没有sy dependence 它只有z dependent 因为它是向 外力是向下 它弄得出来是一个constant n 乘上 exponential 那我现在把这个写好看一点 变什么 负mgz 高度嘛 除上 kT exponential function 负mgz of kT 所以kT是什么单位 能量单位 那mgz也是什么 能量单位 那么你猜猜看 我这个形式呢 应该是什么样子 它一定也有出一些常数 原始条件会决定这个常数大小 它的外面这个形式是什么呢 猜一猜 三个 三个 可是我现在力不是mg 我没告诉你力形式 对不对 我告诉你有一个f 因为我右边的不能写成向量形式 因为它是个存量单位 n浓度是存量 对吧 所以我写出来这个 右边一定是不是向量的形式 因为它不是 不是vector 你再仔细看 mgz over kT 这个形式像什么 像外力 再讲一遍 外能除以 外能是什么 重力未能 因为有个力 所以有个重力未能 力值之间只有碰撞 对不对 这是我前面假设嘛 气体动力论 气体之间只有碰撞 可是现在受外力作用 我这个case这样 因为刚刚那个 发现那个晚了一点来 我们继续上 但仔细观察 这个应该长什么样子 这个应该长什么样子 f dot r f dot r是什么 内积 但我得到mg f dot r 好 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因为你做出来 这个exponential 这个指数 绝对不能有单位 对吧 对吧 我单位是什么 这是浓度嘛 单位是显示在 这个concent上面 这里面指数 这个东西 exponential 不能有单位的 不然就很奇怪 对不对 它是个分布图的意思 好 很接近了 现在有个外力 我告诉你 这个其实很好猜 我大胆地猜测 那你自己当exercise 做 这个做出来 这个大的就是potential energy 这个东西是universal 你做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 所有的很奇怪 这种东西的分布图 都是跟什么 都是指数函数 我们这个物理法则 找到一些分布 都是很简单的数学形式 绝对不复杂 它其实弄了半天 就是什么 exponential函数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 本来是mgz 其实你用高 就是mgh 就是什么 就是位能 你告诉我 位能在这里面 怎么分布 我告诉你浓度大小 告诉你浓度大小 这个两样当中 就比较深一点了 那你就听听就好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这个除上这个 n over v 以后变成probability 是function of r 这是probability 其实我就知道 如果你告诉我几率 每一点几率 我就懂了嘛 我就是每一个都可以compute probability 因为除了位置以外呢 我还要知道什么 因为我们在当初推导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是什么 n over function of v 我不知道啊 这些基本跑得快的 跑得慢的 它的几率为何 或分布图应该长什么样 那我可以知道吗 可以 两种方法 你用数学推导 把你理念写进去 这可以推导出来 第二个方法 你做simulation 你让n个球在空间那边乱撞 每一个球都是 在每一个地方碰撞以后 因为碰撞弹性碰撞 撞出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velocity 有时候是random 你就把就是random assign 但是你要保持什么 要保持total energy是守恒 然后开始每个球丢骰子 这个是我现在假设 total energy是300颗球好了 那total energy是多少 所以这个例子占多少 就用丢骰子给它一个数 那立刻说 你这total加起来 你不可以超过 你一定要等于什么 你原来那300颗球 的total能量 就这样 那你再看 那因为这个例子没有受外力 所以它只受什么 只有速度 所以就只有动能 那你去看看 这个例子 它的速度分不途 画出来 那发出来又很漂亮 怎么弄了半天 是个高斯函数 叫做normal directing Gaussian distribution 又叫做normal normal就是什么 那么就是正常 常态的 正常的 正常的 那正常做出来的时候 也是个指数函数 弄了半天就是一个指数函数 所以我发现 我下面想要知道什么 从这里 那我在谈学物理的呢 它告诉我 我其实可以拆 我没做之前 我其实有个理念 而是function of v 这个分布图绝对不是什么 不是velocity 那个向量的函数 那如果是向量的函数的话 我就有点麻烦 我知道它对称 它对右跟左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我在仔细看 我当初推出来的 这个是potential energy 那我想要知道它速度 它随着速度 它应该也有一个浓度 或者probability of the function of 这个的概念 所以我猜大胆的推测 这也是蛮正常的 你这个地方是未能除上kt 所以未能是跟position有关系 我现在呢 是在速度空间 我想猜 它应该长什么样 那你说还能干什么 就是这个 二分之一mv平方 除以kt 果然就是如此 那我现在要把这两个结合 就是说我真正的应该是 它出现在那边的位置的几率 再加什么 乘上什么 它出现在那个方的 那个位置的几率乘上什么 它在那个时候 那个地方的速度大小为和 的几率 合起来 那这两个合起来呢 就很自然就两个相乘 这因为这两个管不同的事嘛 一个是它在哪里嘛 一个是呢 它速度为和嘛 那管不同的事 所以啊 我想象 我真正的 probability density 它一定是什么 是position的函数 它也是velocity的函数 因为一个是告诉我 那个时候未能为和 那个点 它那个位置未能为和 它告诉我速度为和 它一定有一个几率 那你各自不相干了 不相干 做起来一层呢 所以你看到 其实弄了半年 就是一个大的 constant c 一个是什么 exponential function k t u 那另外是exponential function 负二分之一mv 平方 over kt 所以啊 这个 刚还好都是指数函数 指数函数 那两个乘起来就是什么 上链的exponential function 相加 说得出来 就变成一个constant c 1 这个不是动能 这边未能 出上k t 所以弄了半天 哎 动能加未能 不就那点粒子能量吗 啊 就得到 原来分布图是这么简单 就这样 c 1 你看 不是很复杂 就是那个粒子能量 出上k t 就完了 这个我们称为 maxwell botsman distribution 应该主要是 botsman先生贡献 distribution 我一群例子 复杂现象 在温度t的地方 你问他说 它存在在 某一个空间里面 那个位置 然后它的速度 是多少 它的几率为何 说出来 其实就是它的exponential 那波子曼是热力学里面 大概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 走出了一个波子曼常数 波子曼分布图 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不复杂 OK 好 我们这个大概快结束了 气体动力论 有这个 大概 就一般的理念 你可以推导出这个式子 是有办法的 当然就比较不容易了 它没有那么多 什么先节条件给你 你去猜 猜 去想 导出应该有的分布图 我们这个介绍一下 我们就到下一章 下一章是这个热力学重点 热力学第二定理 好 最后我们介绍了一个就是 用气体动力论 做到这个 这是 在一个特殊process之下 它除了PV等NKT或NRT以外 它还有一个温度跟压力的关系 我们称为 绝热 Biotic expansion 绝热膨胀 后绝热压缩 of idea gas 因为是idea gas 所以我知道 PV等于NKT 这个比较好了 然后呢 知道它是 绝热 没有热量进来的 那你发现哪 这个PV除了它是NKT以外 还有一个 P跟V的关系 PV 的 γ次方 等于 constant 然后这个γ是什么东西 γ呢 是定压比热 这个气体的定压比热 跟它的定容比热的比值 它除了这个以外呢 它 只要是绝热过程 那么 pressure跟volume之间有一个特别关系是 P乘Vγ等于constant 那它也有ideal gas 因为是那个理想气体 PV等NKT 这个两个关系都有 因此就是告诉你呢 T跟V 有一个关系式 因为这两个有关系嘛 那这边又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T跟volume 也有一个关系式 那我们要证明这个 const 来算出这个 那个 这个结果 好 我们上次讨论了 这个truth 这我以前考试考这个证明 绝大部分人都不会 这上课我不证过了 叫他的考试再证一次 他就不会 对 对 没错 就是你把你学的 第一定义带进去嘛 那你又有PV等于NKT嘛 你有这个嘛 那你知道什么叫定压 什么叫定 你就可以导出这个试词 就是把你的条件带进去 剩下数学 对不对 数学好一点 就给证出来 好 我这个其实只要三分钟就证完了 第一个 concent volume 我知道呢 假设是定容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知道D1 internal 热力学D定律 今天有热量进来 DQ 拿去做工 DW DW是PDB 是gas gas 加上你学到磁学的时候 你学磁啊 你又可以学到磁在那种磁场系统里面 它的工是什么 就不是PDB了 就是跟它的那个磁场的磁场有关系 大小有关 它的DQ你热量嘛 但因为 好 得到这样 那你问 在一个 concent volume process呢 这个是零 因为定容 所以这个是DQ 所以CV呢 就是你定出当初什么叫CV 就是volume是concent 这上次我们胜过 它就是什么 N分之一DQ over DT Volume 因此呢 就得二分之一D internal Energy DT D1D 所以得到一个式子 你的内能 的变化 可以直接成了 在这个定容体积下的时候呢 它可以直接这样写 N11就把这个移下来 NCVDT 等于D internal Energy internal Energy的变化很简单 你就是又把它的定容比热 乘上温度变化 再乘上几末 就算出来 就是internal Energy的变化 可是呢 internal Energy 我们上次讲过 它是状态的函数 状态的函数 主要跟什么 跟你怎么走的没关系 跟你的Process没关系 你管你是定容 还是定压 弄了半天 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跟前后温度有关 对不对 跟前后的温度有关系 跟你是怎么到达的温度 没关系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是State Variable 它只跟前后态有关 跟过程无关 State Variable 跟过程无关 好 开始 我现在得到一个 内能变化的是多少 我可以直接用这个Process 因为它这个Process里面 其实弄了半天 因为我内能其实是State Variable 它跟过程是没有关系的 管你是怎么得到的 跟过程 你到底这个是绝热过程 定压定容 定容过程 反正你只要到达同样的态 前后态 那它的Difference就是一样 跟过程没关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发现 我要算一个内能变化 很简单 它等于什么 就等于定容比热乘N 乘上data t 它非常简单 你前后态的内能变化 就直接把N乘上c 它的定容比热乘上 温度变化就好了 因为它跟过程无关 所以我就很简单的 用这个定容过程 先做它的计算 做它的计算 那我现在回来 这个 Adiabetic Process 一个绝热过程 回到这个绝热过程 绝热过程是什么 绝热过程 就是顾名思义 DQ是0 绝热过程就是DQ0 这是我要的过程 然后呢 那个 所以 D1 Internal Energy 就等于什么 负的DW 我的绝热过程 内能的变化 等于什么 所做功的负值 它功是负PdV 负PdV 然后呢 我在算这个的时候 这是绝热过程的 内能变化 就等于负的功 那内能变化呢 其实跟什么 跟过程没关系 只跟什么有关系 只跟前后太有关 所以我算这个的时候 它就等于 直接等于NCVDT 其实这一边的变化 大概就是把它的定容比热 乘上几磨 乘上前后的温度差 就完了 我第一个呢 第一个你这个气 不可以漏出去 漏出去不一样 N要保持一定 你就是NMOR的气体 关在那个密闭时期 还是NMOR 你不能 第一个不可以去 造成化学变化 它造成化学变化 的Number of particle 不守恒 那我现在要重新定了 定一个叫做化学能 那个东西出来 如果你学过化学能 你知道它就有一个 那个叫做 anthropy的这种概念 你这个N就是那么多particle 你不可以少 你不可以多 不可以起化学变化 是NMOR 5MOR 变成了1.5MOR 就把两个结合 分子结合 变成一个新的那种 新的那个产物 不行 所以我来算 Internal NG 就直接写NCVDT 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绝热过程 你算出来的话 就刚好等于 它所做工的副子 然后再来呢 再来剩下 因为你有PV 等于NRT 你有这个东西 好 带进去 你算这个 所以呢 剩下是简单维分了 那DPV呢 就是NRDT 找一个 王凯有没有来 有没有来 无质平 怎么来 来来 DPV 它你就维分的时候 告诉你什么 我现在有两个变数 做一点变动 可以显成什么 各自做一点变动 VDP加PDV 对不对 VDP加PDV 等于NRDT 然后呢 PDV是什么 PDV现在 在绝热过程的 宫是什么 内能变化的负号 所以这个 等于 负的NCVDT 的原因是因为 绝热过程 才有 PDV就是负的宫 负的宫等于 energy internal energy的变化 所以PDV就等于 负的内能变化 所以就等于 负的NCVDT 然后这边有一个VDP 等于NRDT 那我们上次讲 这个NR等于什么 这R一个R就是 CP减CV 对不对 我们上次讲 CP减CV弄了半天 它都是R 那这个不改 为什么是不改呢 因为CP减CV等于 R那个东西做法 你是仔细看了 那个做法 是因为从 乐力学第一定律出来 那个德力学第一定律 是对的 它出了一个 那个 那个 因为这样子 而出了这个事 这个就是我的R 一个R就是 CP减CV了 CP减CV 它写成这样 所以重组一下 这边建成 VDP减NCVDT 这边就有一个NCVDT 就可以消了 N 这个是N 乘上CVDT的minus 这也是minus 所以这个消掉 所以这个得到 VDP等于 NCPDT 好 CPDT 那等于什么呢 我改一改 我把它这边写成 CP跟CV 写成这样 这有点技巧 NCV 就大家除上一个CV 乘上一个CV DT 写成这样 为什么写这样 这个这样 这边就是我的那个γ γγ吃饭的γ 这个NCVDT 它不就我内能吗 对吧 就是我内能 这个就是我内能 这里 然后呢 在 绝热过程的时候 内能变化刚好等于 负PDV 所以就变成 CP CV 负PDV 我做了半天 主要目的是什么 要把这个 Temperature因子拿掉 只剩下P 只剩下V而已 我的目的就是这样 把那个Temperature 这个因子拿掉 不然你这个有P 有V 有T 很麻烦的 三个变数 我换成 P跟V的关系 就剩下两个变数 好 就得到一个方程是这样 CP over CP 乘上 负的PDV 等于VDP 好 这样做完了 剩下证明很简单 所以改写一下 所以变成 VDP 等于负的 γ次方 PDV 对不对 现在我没有温度的 这个变数了嘛 这是我的γ 所以我把P移到这边 Volume移到这边 所以P分之DP P就等于负的V分之DP 把P移下来 V下来 然后两边积分 γ 所以左边出来一个积分 就是logP 右边做出来 负logP 乘以γ 还有一个什么 常数Cons 乘上Cons 因为积分要出常数嘛 两边的积分常数 合并乘一个 是什么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Cons Cons 在那边 所以log 那这个不就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Cons Cons 加减去什么 这个就放到什么 logV的γ次方 对不对 γ这是logV乘什么 就放进去这样 把它移到 这边来 这边本来是minus 过来 所以就变成 logP 加logVγ 等于Cons logP加logV的γ 不就是logP乘Vγ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 就你把你所有条件都用上去 但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internal energy的变化 是跟过程无关 它永远就是NCVDT 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这样 可以来做计算 它只跟前后态有关 跟过程无关 那你就得到 logPVγ 等于Cons 那两边除 乘上这个exponential 所以PVγ 等于Cons exponential过来的 的一个常数 还是常数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多少 就写 它是一个定值 所以我就得证 PVγ 等于定值 那我现在知道 绝热过程呢 比等温多 比那个什么 那个 用ideal case里面 这个法则呢 我得到PVγ 等于Cons 所以我可以做 课本上的一些 不同process 它的一些方面的计算 计算 好了 我们这个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